長岩道公寓散起刺必先逆起刺 砂輪機是工廠中用來使鈍化刀具恢復銳利的簡便靈活裝置 但一般砂輪機應價格便宜 構造簡單 安全防護上六維不足 這是砂輪機 當天氣過到水 刀子的東西捲入傷了 或者姿勢不良識容易引發危險 在一次實習課中 目虎同學總在磨車高速不小心刮了進去 被磨掉一個大洞 流了滿手的血 覺得好可怕 因為這次的事件 促使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寧求一個簡單的設計 就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 首先我們有了構想 經由文獻探討 利用機械式檔片 光電開關控制 這是我們的小型砂輪機 這是刀架與機械式檔片 這是光電式開關 這是我們的電腦系統 當砂輪機使用一段時間後 鍵器超過3ms 計電器計時 計時10秒後即會斷電 燈按了代表已經斷電 燈按了代表已經斷電 因為我們在磨後鞋角或特殊情況 檔塊容易干涉 所以 這是我們的第1代產品 因為拆卸不易 所以我們做了改良 這是第2代產品 這是第2代產品 我們在趕快後面加裝 旋轉 快拆裝置 只要螺絲 稍微的旋轉 快拆 快拆 轉一個角度 趕快就能立即 拆卸 如果要再次獲得保護 只要將 趕快 往上推 快拆 轉個角度 就能立即固定 獲得保護 我們所設計的產品 在調整間隙時 機械式檔片和胡刀架 同時移動 一次到位 使用上相當方便 而且具有快拆裝置 兼具安全與方便性 我們所設計的 煞輪機安全裝置 均符合安全 簡單 方便的需求 希望這次的研究 能為機械工廠 和安全 再給我聽一份經歷 謝謝 謝謝 谢谢